嗨 打理粉们 我是琳达 我又来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 我有一个弟子 他叫怀特 说会计 那他在定位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小的疑惑和卡点 他问我 他说 琳达老师 我这个会计是一个很大 很宽泛的一个范畴 那我如何去更加垂直 更加精准 然后让我的目标客户群能快速地找到我呢 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我给出了你的答案 并不是说你要做这个题目 或者说做那个领域 因为我不是会计专家 但是我可以帮你指出思路 我这样跟他说的 你要想知道你的目标客户群 他们最喜欢 最想知道 最想了解的知识点在哪里呢 那你要进行市场调查 如果你定位是中小微企业主 那么我建议你要做一份市场调查表 把中小微企业主所感兴趣的 比如说50个话题 30个话题总结出来 然后呢至少要分发到周围的尽可能多的 中小微企业主的客户或者朋友那里 让他们去填写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当你收集完这个市场调查表以后呢 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他们最关心的时刻话题是什么 最关心的领域是什么 那通过这个市场调查表呢 你就会比较清晰地知道 你接下来的重点 你接下来的聚焦方向在哪里 无论你要打造一门课程还是要做咨询 还是要在直播间去讲解 以及你拍的视频号你的公众号 你的自我推广的三驾马车哈 就是视频号公众号和直播这三驾马车呢 你需要呢全部统一起来围绕着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 然后进行轰炸你所贡献的这些干货 你所讲的内容 你所给大家答疑解惑的这个区域 就集中在大家所关心的那十个二十个问题里面 今年累月坚持下来坚持分享坚持去推广 那么很快呢在中小微企业主的心里呢 讲到某个话题的时候 他马上脑子里想起来的就是你怀特会计师 我给他这样一说以后呢 他马上心里有数了 去准备他那五十个话题 准备他的市场调研表 今天分享这个案例呢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呢 记得收藏起来 记得转发 记得点赞 那我在视频号呢 就给大家讲解 在做自我介绍时候的一些难点呢 或者定位方面的一些卡点呢 我也在直播间呢 去帮助我的学员呢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疑点和卡点 也欢迎到我的直播间来 看我跟我的学员连麦诊断 我是琳达 感谢你们以及达令粉的支持 每一期呢都在这里陪伴大家 贡献干货 下期再见